基隆有一名涉嫌上而未遂的 简性嫌犯19号这一天 从医院逃脱之后 展开一连四天的逃亡 他一度搭着客运混击双北 结果引发民众的恐慌 但是在22号的晚间7点30分 简性嫌犯正式落网了 警方这回出动了鹰眼小组 调阅了监视器之后发现 他藏匿在新北市新庄丹凤一带 埋伏抓人 听见警方呼唤 来一男子来不及反应 下一秒 见到警方到来 他彻底慌了神 被暗倒在地上 警方传传包围 成功将人逮捕归案 原来他就是涉嫌杀人未遂案 逃亡四天的简性男子 22日晚间7点30分正式落网 为什么要逃亡 有跟妈妈联系吗 引起大大恐慌 因为简性男子患有思觉失调症 被研判具有强烈攻击性 2023年在西门丁池 就凭随机痛殴路过妇人 遭判处三年骑行 不料却趁医院放风时落跑 其间还跑到地藏阿庙 祈求不要被抓 统统没醒过 那本局接货通报之后 立即组成专案小组 启动鹰眼队调阅监视器 巡线追查 发现简南于新浦捷运站出站之后 转成公车及换装 最后在新庄单供地区藏匿 追踪解新男子在19日逃脱后 一路搭客运抵达台北南京三明站 隔天在一线轩台北车站 龙三市西门丁等地 接着搭捷运到板桥新浦站 不好不会失败后两天打零工为生 但薪水都还没领到 就落网恐怕也是天意 这新北综合报道 好我们进一步来看一下 这个简性男子四天逃亡 每一次被监视器捕捉到的 这个画面都有些许的出入 身上的深色格纹衬衫 有时候是脱下 拿着紧露出白色的T恤 有时候呢 他又把它穿在身上 而且呢 简性男子还会在不同的地点 选择口罩是否要戴上 当他落网的时候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画面 看不到他戴的粗犷眼镜 而且戴的是黑色的口罩 上半身呢 已经换成蓝色的衣服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